没有药物能够像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那样的来对抗病毒 那健康的免疫系统呢 能够前面保护人体抵抗感染 为了引发免疫系统对某种特定微生物体的反应 科学家开始研制了疫苗 当细菌或病毒进入人体后呢 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并做出反应 最后还是会摧毁这些入侵者 那人体的免疫反应它是有记忆功能的 有时候会持续一生的时间 这就确保人体能够在以后有效的来抵抗 由同一个细菌或病毒引起的感染 那疫苗接种就是以这个理论为研究的基础 那疫苗通常是利用死的或致病力比较弱的细菌或病毒 诱导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来对抗它们 那常见的疫苗包括有小儿麻痹的疫苗 破伤风疫苗还有水痘疫苗流感疫苗 还有我们现在还非常严禁的 新冠肺炎的疫苗 大家最少都要打第三剂以上 那以上的话是梦力跟大家分享我们疫苗的部分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那这段期间呢就尽量少外出用餐 口罩要戴好 手要洗干净 那自己每天的一个生活习惯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尤其是这段期间啊 就是说接触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就是有切诊 可是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 那梦力今天的话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祝大家健康平安 谢谢